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为社会有些动荡 或者议题一出来通常会分两派 一派是建制派 一派是泛文 这是表面的分法 如果在市民上 我现在发现一样东西很有趣 一派是看电视 一派是上网 我以为你说一派是看电视 一派是不看电视 不看电视 一派就是上网 其实我最近和学生在谈一个题目 就是为什么在一些政治议题热门的时候 好像从年龄层上去看 上一代的人就喜欢出向稳定 而下一代的人就想求变 然后再看下去的时候就会发现一样东西就是说 下一代的人多数就喜欢在网上 如果在网上活动的话 我就想起 如果在全球化里面呢 为什么可以造成一个 就是现在我们所有的世界连成一个整体呢 就因为我们上次讲过 全球化定义里面 而时空的压缩就是靠Internet 那么最有趣的就是说什么呢 有没有留意呢 就是近期的那些政治新闻 不是政治新闻 那些议题这么高 例如我们有一天讲这个622东北活款 然后有一天知道吴亮星他过了这件事情的时候 好了 网上就立刻整群评论都推出来了 好了 而同一时间 然后去到71 71的时候 71也是这样的 好了 去到现在我们讲政改 现在政改的时候呢 政府就常常推出一些宣传片在电视机上面 就在那里说 你想有票真的不要 好了 但是网上就立刻改了他的影片的 可以 然后呢 就 就是有很多时候呢 我就发现一样东西 现在社会的那个 资讯的流通是分了两个层面 而这两个层面是各自背后呢 有些东西呢 你说有支持者也可以 你说有在背后控制住 又可以 所以今天呢 就想和大家讲一下 这个呢 就和通识很有关系了 因为呢 很有趣的 我发觉那些同学们呢 找资料呢 多数都是上网而已 现在我们要看的话就是说 究竟 现在我们的社会 用这个角度去看 这个呢 我有一个新的Terms去看的 原来 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究竟 是不是就是叫做全球化呢 还是 其实已经去到一个新 或者说 什么资讯 现在我们经常说资讯时代 是不是 现在开始 我近来发现了一个新的Terms 都不是新的 美国前副总统呢 Al Gore呢 出了一本新书 叫做The Future 那么他其中提到一个概念呢 就叫做全球心智 全球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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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人工智能那些 是的 而是呢 你上网的嘛 你实际上网的嘛 每个都上网的嘛 全球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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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通常现在 我们很有趣的 第一个层面就是说 我们这个 人的 的 记忆 或者我们现在那个大佬呢 很多时候的记忆体呢 是 连了 连了去的电脑 或者连了去 网上的数据鼓动 就是 简单来说就是 网络世界 就是我们大佬的原生 我们现在开始是不太记忆的 就是不太靠自己的记忆来记忆的 那靠什么呢 就是靠 网上的电脑的资料库 甚至是网上世界的数据库 曾经有个研究 显示了一件事 如果 他做了一个实验 在学校里面 有个老师 就跟一班学生说 教书的时候 哎 这些老师呢 我说完这些东西 我网上 你迟些网上 可以拿回文笔记的 我会上网的 现在很多学校都是这样的 我们都是这样的 当然 好了 然后呢 另一班呢 老师就跟那班跟我说 这些东西呢 我就不会放上网的了 要听就要听 这样 好了 隔了一段时间之后 做出来的结果就是说 因为没有买屌议上网 给学生的那班同学 呢 的记忆力呢 比有得上网看的呢 差不多 让你去網上去啊 要记得多 Tinder 当然呢 但是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说我们依赖了网上面和电脑的这个工具 但是这个东西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就是说我们又回到我们讲时空压缩的概念 全球化里面 我们通常同学们就经常都一定是网上找资料 就是我见到那些同学有时候都很激烈的 就是交一些功课给我就一定是遗机的 很多参考资料 港装不可以用遗机的 但是每次都是这样 就要做个个 但是这件事无论是各大的八科条目也好 你说遗机八道守护都好 或者是你用谷歌大臣去找资料都好 我们发觉一样东西是 现在我们一上网可以找到很多其他人的东西 同一时间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去发放资讯 那都正路 为什么呢 因为 但是比起 我们对比起 在之前的时代 我们要将一些 我们想说的东西 传扬出去 没有那么容易的 是的 我们要 例如说 很简单 例如说 像我们现在想看报纸投稿 整篇文 我有一些同事就告诉我 每天收到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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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是200至300份 每天 要抽中你 是一件很难的事 但是 以前 报纸作为一个最大的载体 最广的载体 最广的载体 也能够收到宣传之效 但是 也这么困难 但是 现在不是 现在你们会发现很多不同的传媒 例如我们的ETV 另外还有什么呢 例如说 你看之前摘了的主场 但是现在花生了的主场 博客 富人媒体也好 香港独立新闻网也好 百五二有报 这些网媒 其实是 再加上Facebook IG算不算是 都算放上面 我没用过 其实算不算 他可以发布文章 可以加上字 好 等等这些网上再看 你不算是Youtube 哦 Youtube 绝对是 你会看到 这些东西 一涌出来的时候 越来越多 每个人 都可以随意去发表自己的意见 甚至乎 现在我要做作家 都比以前 我要去找家出版社出书 为什么呢 现在网上的世界 已经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套剧 例如说 你看《红Wang》 《红Wang》 即是《纳夜凌晨》 原本是网上小说 现在发觉 反过来 就是因为他网上红了 所以出版商就找他出版本书 反过来出版本书 反过来出版本书 对了 网上红了 出版本书 拍完戏 拍完戏之后 那些人又觉得 那套戏烂了 又要回去看《原著先》 才个人 是的 以前我们不会看到的 以前 以前我们看最出名的《金融小说》 《金融小说》 最初在报纸连载 但是有多少个人可以这样 现在 现在不是 我们发觉 现在多了很多机会 但问题是 很多东西我们看起来正常 但是如果我们经历过 以前那个时代的时候 我们会发觉 其实 这个呢 我们经常说 Explorer 就是资讯爆炸 每一个人 每天是接触超过 一亿条资讯的 就是 为什么那些人 有偏头痛 是正常的 你每天这样 被资讯轻集 那么 关掉电脑就可以了 我说你不是只关掉电脑 你走出街 你走出街也有广告 你看我上巴士 都见到roadshow 不想看都要播 我 你合上眼 都会听到东西 最惨的 那没办法的 你唯有带去耳塞 但是 我们两个人就说 现在 这一个人就比较一样 他跟我们说 一千年前 我没有接到一千年 接近一千年 一百年前 文例复兴时期 文例复兴时期 为什么会出现 一个文例复兴呢 就是因为 古藤堡 他改良了 西方的印刷術 然后原本掌控知识的那个机构 是教会 但是因为有印刷術之后 知识开始广播流传 那 后来 我们说 启蒙运动 就是 启蒙运动 就是因为知识流传 越来越 开始有人反思人是什么 又说天赋人权 好了 接着到 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 就是美国革命 出的原因 其实有人说 就是因为有个人叫 潘欣 他就写了一本 常识出来 那本小冊子叫常识 常识说什么 其实简单 这四个字的要字就是 天赋人权 人生而自由 那就是因为这本小冊子之后 那些人就是 就是在 美洲当时十三个殖民地广传完之后 就开始 对英国的殖民地暴政不满 那为什么可以广传呢 就是因为 印刷術 而现在这个网上系统 就开始有人说 就是一个新的印刷術爆炸的时代 因为我们可以任意宣传资讯 你不觉得 就是我们 我们两个现在 要写文出去 说话都容易了吗 那一定比以前 对 完全容易 以前我们要等一篇投稿 都等到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都不知道他出不出 但是现在不是 我 我投篇稿去 例如说妇人 他觉得我ok的时候 我试过 日头头去 晚上已经出了 那可能只是代表他不够告而已 不就是妇人媒体 画手第二大 现在怎么会不够告呢 对不对 因为他容易了是真的 整部都是这样 因为网了 因为媒体多了 对 但是anyway 这个是第二个 但是第三个是很有趣的 我经常说 这个会弄到下去 原来我发觉 现在那个全球心智 开始形成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 我们说了这么久 是 但是其实我一直说 一个词会 叫做全球心智 是的 但是这件事 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是什么 现在解释了 最后两件事 就是全球心智 现在开始进入一个正题 就是说 你发觉一样东西 就是我们现在开始 那个意识形态 透过网络世界 开始连续 连续 一样东西 我们以前会说普世价值 是啊 但是现在就会发现 为什么我们 很多时候说普世价值 也好 我们现在常常说普选的概念 说民主 说自由等等的东西 我们会跟随了一套的价值观 但是这套价值观很明显 不是中国想那一套 不是现在当权者想那一套 中国的当权者 是中国的当权者 但是为什么呢 就是这套东西 我们从哪里得回来 其实原来发觉慢慢 在网上开始做了一个赢罪 而最有趣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去观察这件事的时候 我会发现 你很容易在网上被人边缘化 就是因为你不是跟了主流那一套 而这个主流那一套 是网上形成的 而这套东西是跟谁呢 很多时候是跟西方的 但是这件事 其实以我所知 是网络的结果 而这个也是因为网络的性 而形成了这个意识形态 但是这件事是互为影响的 这件事的互为影响 其实如果你 说得直接一点 就应该是 由现在所谓新世代的 所谓宣传手法而来的 为什么呢 都可以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大家看最多的YouTube 是 YouTube 其实它跟什么准则 而你一开YouTube的首要 你看到什么 其实它暗地里知道你喜欢看什么 其实它有收到很多你的资讯 或者如果它没有你的资讯 它会找些什么 找你周围的人 比如你同一个地区的人 所以我永远开YouTube 第一 如果宣传一拍一段新片 我就看到 证明YouTube 知道你看了很多宣传 所以我想说 有些东西 可能背后是有些人控制的 但是我再想 弄下去的一件事是什么 因为这件事 背后哪一个去控制都好 你会发觉 对现在每一个政府 其实是有一个危险性 因为它会带来一个管制危机 这些东西变得很极端 就跟Facebook一样 正所谓推上报 越多人看的就越多人看 除了这样之外 问题就是这里 政府往往 以前是 因为我看这20年 以前就是说 你立法会班议员 你讨美老德 基本上很难查 除非有心 特意就可以查到 立法会的记录 这样才可以查到 哪个投票 哪个说了些什么 但是现在有很多东西 全部基本上在网上公开 全部放在上网 全部放在上网 也有些 有心人去查的时候 你发觉有些东西 政客也好 当权者也好 他骗不了 所以我们会发觉 一件事就是 在网上 其实大家在做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政府在做同一件事的时候 他意图去隐瞞某些事情 俄罗斯也做过 美国也做过 但是现在他们 开始发觉 他根本做不到这件事 他开始做不到这件事 是因为他影响不到 新世代 那种 因为他的网上活动 他能够太容易找到 他想隐藏的资讯 所以他可以很快 而同一时间很快地反击 而政府是控制不到这个平台 但那反过来 他想控制什么呢 继续控制另一个比较大的平台 就是电视音 那么电视机是什么一回事呢 到原来呢 我们经常都以为 电视呢 现在开始 就是没有人看电视的嘛 但是原来 不是因为看YouTube的人 看电视而已 看电视的人 看YouTube 但是有趣的是 原来现在都 就是全球 就是说我看美国 美国都还有七成的人 是会看电视的 而看电视 是占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 那个年龄当然是比较年长一点的了 但是最惨是人口老化嘛 所以为什么我们突然间 你会反映美国也好 俄罗斯也好呢 他们会死拿着电视的 那个控制权不放 为什么呢 原来你看美国大选 美国大选 或者俄罗斯大选的时候 他要靠那个电视去宣传 那都很正常的 给你做 那你都知道有七成人看电视 难道就是 剩下了两成多 就做了两成多 不做七成吗 是啊 所以其实最特别的东西 是他们会 我们上次说过 还有利力输送 还要 当中后面背后有政治 还有那些这样的商家佬 其实背后是有利力输送的嘛 那我们再回到香港的情况 我们突然间 你会明白一样东西是什么呢 为什么香港电视永远拿不到牌 你明白吗 你不明白 你画公仔就要画出场的 现在不让大家知道 不得你猜 那我唯有代表大家 猜不到 如果说猜到 大家都猜到 那就不能说 香港电视怎么拿不到牌 就是如果一个政府 你要拿着那个权力 你要拿着电视的控制权的时候 那你会发觉 你会发觉 香港和为基呢 就不是很 就是叫做什么 很顺从政府的那一套 而大台 和另一个台 另一个刚刚拿了港职联 国防权的那个台 就比较是叫做什么呢 我们叫做一个建制体系里面 那你想想 而这几个台 你看到他们 为什么经常被罵 他 玻璃波 也是那些 另外在播新闻的时候 那时候是会 隐线阳额 隐恶阳线 我们叫做隐恶阳线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样东西 就是 其实他要控制的 是一个资讯渠道 和他继续掌握住 令到影响最大的那个media 好了 那你会发现 我们最想 最终要带出的东西 就是说 现在世界的角力是什么呢 除了我们说 两代年龄上的角力之外 大家在舆论上 那个斗争 其实就是网上兴臺对于一个传统的电视 但是有人提出一件事就是说 其实现在网上未不断崛起的嘛 既然现在我们透过网络 我们可以连结一股力量 但是其实是不是真的可以打得赢传统的媒体呢 又好像不是的 那就暂时不知道了 现在有人评估就说 虽然全球心智已经开始形成了 因为大家开始那个价值观出向统一 出向单一或者我们叫做 但是对于当权者来说 它的冲击是大 但是我们看到电视原来仍然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力 所以去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会提出最后一个轮点就是什么呢 我们如果想继续去看全球化 那个进程的时候 人口老化也好 我们要看新世代的那个灵魂 究竟可不可以做到一个新的科技 或者令到那个资讯再爆得更加热一点 然后去试一下去replace到电视的角色 但是这件事暂时看上来呢 是没做到的 明白吗 可不可以很简单地总结 因为其实这个题目我不是很熟 相信大家 同学或者观众都觉得这个题目很新的 全球心智其实是不是 就是说不是以前那一套 而是新那一套 就是说现在因为互联网或者新媒体的兴起 但是他们很多时候进了这个系统都不明白 是的 其实大家就是 因为大家就看来看去那些东西 就是刚才我提出的 因为其实现在的电脑系统就是这样的 你喜欢看那些东西嘛 就给那些东西看 那就看一看一看 其实就是变了某程度上 在互联网上面的人 就是看来看去都是那些东西 所以就变成大家的想法都好像 就是好像一样 就是我又不是很想用什么编辑这样的字 就是相对而已 就是相对而已 就是如果 但是你要带回来就是说 刚才我说了 电视很明显背后有个权力控制住了 那其实我们不妨可以私勇一下 那其实网上面背后的那个究竟是 是谁发放资讯给我们的 而两者去得真呢 就是其实就是 理论上自己不会无端端的 一些东西做出来的 是 那就是是不是代表着 就是网络背后 其实都是代表有一个 就是 就是好像我有一贯阴谋力这样想 是啊 就是 就是 林sir的阴谋论 就是等了这么久 终于出来 是啊 好 就是抢你来做 就是代表就是 很明显 就是传统媒体 我说报纸电视 就是背后很明显就是代表着 就是那个政制 就是传统的力量 就是 那就是 另一个就是 就是很明显就是和政府不太合雅的力量 嗯 因为传统的不行 嗯 所以就在新媒体那里 是 所以就是某程度上 嗯 我们是不是应该思考一下就是 就是新媒体后面 嗯 其实就是就是 就是代表着就是另一股的势力 嗯 那如果那股势力 其实他希望做到的事情 或者他就是 就是他的诉求 嗯 或者他就是他想将这个社会 或者这个就是 就是政府 带去什么位置 什么位置 是的 就是想塑造一个 怎样的社会 怎样的世界呢 嗯 这个很有趣 这个 这个 这个也算是一个很 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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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新的 就是前卫的 提出 是 那就是 我想这个 可能在将来 就是都 我们可以再 观察之后再讲一下 是的 就是拭目以待 不过这个今天是intro 那就是 有兴趣 大家都可以去研究一下 是的 其实大家在看那些东西 究竟是谁 究竟是谁 究竟是有人想让你看 嗯 你自己真的有得选择呢 是的 嗯 就是 好像有得选择 其实我们真的在选择 嗯 是的 这个是 林sir的陰谋论的说法 你觉得好像不是这个 是的 不是 是CK陰谋论的说法 OK 好 那我们下集再见 下集再见